你幻觉看看 接下来请收看 爱顾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勇敢爱家的野猪王 在一个村庄旁的山林里 生活着许多野猪 其中有一只野猪 长得非常壮硕 它那长长的獠牙 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当地人都称它为野猪王 这个树干实在太高了 我过不去啊 是啊 我们过不去要怎么办呢 孩子们 发生什么事了 爸爸爸爸 我们的路被挡住了 我们过不去了 是啊 那个树干实在太高了 我们爬不过去怎么办啊 是吗 那让我来帮帮我 这两个可爱的小宝贝吧 哎呀 爸爸 你真是太强了 是啊 爸爸 这么大的树 你都能掀开 你好厉害哦 宝贝们 要知道你爸爸 可是最厉害的野猪 人类都称呼它为野猪王呢 野猪王啊 听起来好酷哦 是啊 爸爸 人类是不是也很怕你啊 野猪王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要知道 很多猎人都想把我干掉呢 哎呀 你说这些做什么 好了好了 孩子们 现在没东西挡路了 我们继续走吧 红薯是野猪最喜欢吃的食物 这天晚上 野猪王带着一家人 悄悄地流到了山下的农田里 快吃吧 吃完了 我们就赶快离开这里 真是太好吃了 妈妈 我们能天天来这里吃红薯吗 那可不行 这些红薯是人类的 如果被他们发现 那可就危险了 你们快点吃 吃饱了 我们就赶快离开这里 我们的爸爸可是野猪王 难道人类不害怕它吗 你们别说话了 赶快吃吧 怎么了 我闻到了猎犬的味道 快猎犬来了 你快带着孩子们离开这里 孩子们 快点跟妈妈走 不行 孩子们跑不快 我得为他们 争取更多的时间 冲啊 痛啊 好痛啊 爸爸 爸爸 哎呀 你受伤了 怎么样 痛吗 没关系 只是皮肉伤而已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去别的山头 为什么 今天 我打伤了几只猎狗 有猎狗的地方 一定有猎人 我想猎人们 一定会到山上来 找我们的 所以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嗯 我听你的 孩子们 我们要搬家了 走了 可恶的野猪 竟然跑到村子里来捣乱 看这脚印 我想一定是野猪王干的 野猪王 难道这山上 真的有野猪王 有啊 很多村民 都曾见过这头野猪王 它比平常的野猪 大出一倍以上 而且 这家伙非常聪明 要想抓到它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既然它已经出现了 那我们明天 就上山抓住它吧 要是能够抓到野猪王 那我们可就出名了 第二天 猎人们便带着猎犬 来到山林 寻找野猪王 而此时 野猪王已经带着他们全家 来到了另一个山头 爸爸 这是什么 好好吃哦 是啊 爸爸 这东西和红薯 一样好吃 这是栗子 你们看 它们就长在这棵树上 哎呀 树上还长着那么多栗子 可是 我们怎么才能吃到它们呢 是啊 树那么高 孩子 别担心 我来将它们弄下来 好多栗子 太棒了 我们今天可以好好地大吃一顿了 妈妈妈妈 我要吃 快帮我打开栗子嘛 好了 你们两个不要着急啊 真是太好吃了 爸爸妈妈 这里比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可好多了 是啊 这里有这么多好吃的栗子 妈妈 我们以后就住这里好了 不要再搬走了 好啊 你们喜欢这里的话 那我们以后就住这里好了 难道那只野猪王真的可以跑这么远的路来到这里 既然猎犬根据他的计位找到了这里 那野猪王肯定是跑到这里了 我们总以为猪嘴笨 其实不然 这只野猪王似乎明白世界上的一切 包括我们的想法 这么说 他还通人性的呀 可以这样说吧 所以 如果我们看到了野猪王 可不能太大意啊 这次我们人多 一旦发现了野猪王 我们就将他团团围住 别让他跑了 嗯 正在低头咬栗子的野猪王 忽然停下来不动了 吹过来的微风告诉他 有猎人正在向他们逼近 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猎人和猎狗的味道 难道我们被发现了 怎么了 我问到了猎人和猎狗的味道 那该怎么办啊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翻过这座山脊 逃进冒秘的原始森林里面 否则我们就只有等死了 好 我知道了 我们快走吧 孩子们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等一下 妈妈 我还没吃饱呢 是啊 妈妈 你不是说 我们不会再离开这里了吗 不要吃了 猎人来了 我们必须快点离开这里 野猪王和他的妻子 拼命地催促孩子们快跑 可是 这两只淘气的小野猪 却只顾着寻找可口的例子 还没等野猪王一家越过山岭 猎狗们汪汪的吼叫声 已经传了过来 不好 猎狗来了 快跑 妈妈 我好怕哦 妈妈 我不想被猎狗抓到啊 这样下去可不行 孩子们太小了 他们是跑不过猎狗的 这该怎么办呢 太好了 这里有个洞 快 快进洞里躲着 我先去把猎狗引走 你再带着孩子们快逃 你可要小心点啊 好的 我会小心的 来吧 来追我吧 好大的一头野猪 果然是野猪王 不要大意 可别让它跑了 糟糕 这次危险了 野猪王 我看你这次还能往哪里跑 哎呀 不好 哎 让它给跑掉了 从这么高的山谷上滚下去 它难道就不怕摔死吗 它可是野猪王啊 哪里会那么容易摔死啊 没错 野猪王终究是一头勇敢的野猪 为了它的家人 它顽强地活了下来 由于身体多处受伤 所以直到半夜 才走到那片原始森林 在森林边缘 它的妻子和孩子们正在那里等着它的到来呢 爸爸爸爸 你回来了 太好了 爸爸没事 小宝贝 别担心 爸爸会永远保护着你们的 士兵和豹子的故事 这是一个发生在埃及沙漠里的故事 一位被俘虏的法国士兵 趁着夜色 偷走了一匹马 逃进了沙漠 真是太幸运了 终于逃出来了 我的部队 应该就在那个方向 我一定会找到他们的 哎呀 不好 这里怎么会有个悬崖 哎呀 怎么会这样 这下子 要怎么办啊 这里竟然有吃的 这可真是个好地方啊 有水 还有吃的 哎 这里 还有个山洞 真是不错的地方 好困啊 跑了那么久 实在是又累又困 我需要先睡一觉 恢复体力 没过多久 一头成年的母豹出现了 要知道 能在沙漠里 找到如此丰盛的食物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怎么会是 洞里怎么会有一股 陌生的味道 什么声音啊 怎么会有打呼的声音 啊 天啊 一只大豹 这要怎么办啊 我刚从敌营里逃出来 现在 竟然成了爆的俘虏 哎 身上的枪 被敌人取走了 要是有枪的话 我就不怕他 哎 对了 我还有一把短刀 用短刀 能杀死他吗 好机会 我出其不意的 一刀砍下去 一定会将他杀死的 如果我一刀 不能将他杀死的 那我可就死定了 他进来的时候 一定是发现我了 既然那时 他没有咬死我 那我还是别太莽撞的好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豹子睁开了眼睛 然后 认真地舔着自己的前转 啊 我不会伤害你的 真的 我只是路过这里 你让我想起来 我家里养的那只猫咪 不过 你可比它 大多了 我家的猫咪 就喜欢我这样摸它 没想到你也喜欢 嗯 嗯 趁它还陶醉着 我要快离开这里 现在它是不饿 一旦它饿了 那我可就 变成了它的食物了 哎 哎 啊 它怎么追出来了 不会 是要吃我吧 你还想让我给你按摩是吧 嗯 嗯 那 好吧 这只豹子 竟然对我毫不提防了 我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 一刀插进它的心脏 大猫咪 或许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朋友呢 这位法国兵 在抚摸豹子的时候